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媒体拍到两个人从戏里爱到了戏外 电视剧杀青之后继续约会 而经纪公司已经证实 两人恋爱IMG 韩国演员李顺金和小他三岁的男祝贺 在韩剧举重妖精金服朱的杀青戏中 两人一边亲吻一边拥抱 就连访问时也手勾着手 感情看起来相当好 热恋传闻也不断传出 现在韩国媒体爆出 两个人的爱火真的从戏里延烧到戏外 这个月被募集到一起参加摇滚天团 co-play的韩国演唱会 而李顺金今年二月 也现身男祝贺首尔见面会为他加油 甚至男祝贺也曾经在IG上传 他和李顺金的甜蜜合照 还没报道小两口在一月杀青之后开始交往 消息一出将近九个小时之后 两个人同属的经纪公司YG娱乐 才罕见的发表声明证实 两个人的恋情就跟剧中的发展一样 在剧中有超多粉红泡泡的桥段闪瞎剧迷 现在两人假戏真做 大批网友也纷纷献上祝福 TVB的新闻 蔡明讯领主会综合报道 而最近的韩剧吹起了一阵悬疑风 剧情内容都围绕着犯罪 穿越的题材 以爱情浪漫为主线的大力女子杜凤顺 里面也有连续杀人案 而正在热播的隧道 也是连续杀人案为素材 隧道男主角崔正赫 饰演帅气又man的心景 在退伍之后人气再次穿舍 站在马路口疑惑着自己 竟然穿越到了未来 男主角崔正赫因为在追连续杀人案的犯人 追到了隧道里面 到了未来 韩剧隧道以杀人案为主轴 再加上穿越元素 剧情紧凑让观众目不转睛 第八集更刷新最高收视记录 来到百分之四点九 当冰丸首次回归小萤幕 让粉丝都好期待 其实这部片不少人觉得 跟之前的信号有点类似 两位身处不同时空的刑警 透过对讲机破解当时未能破的杀人命案 在当时掀起一股悬疑风潮 现在这部隧道和之前的Voice 生命线也是走同样风格 而且剧中男主角都是刑警 抽丝剥茧追查嫌犯的认真模样 都让粉丝直呼超man的 其实男主角崔正赫之前也演过不少戏 2014年除了傲慢与偏见 还有和宋志孝主演的急诊男女等四部戏 虽然都是男主角 但绅士依旧没有看长 现在演出这种帅度破表的刑警 让他再度窜红 TVB新闻罗洪昌龄指挥综合报导 再看到了则是韩国综艺节目题材 不断在翻新 罗PD的最新创举是让艺人去海外看 韩式餐厅选在巴黎达附近一个小岛 然后自己设计菜单自己料理 还要自己招待贩售 以资深演员引入这为名的饮食堂 有罗PD最爱的李瑞正 还有郑友美跟申酒的加入 收视率非常高 讨论度很高 甚至在网络出现了周边商品的商机 手忙脚乱在厨房里忙做菜 韩国演员李瑞正正有美 一个帮忙点餐 一个在备料烹煮 据是韩国罗PD最新的实际节目 还把拍摄地移居到印尼巴黎岛 韩国综艺节目《饮食堂》主要记录了艺人 在印尼巴黎岛附近的一座小岛 叫做龙木岛 四个人经营一间为期十天的韩式烤肉餐厅 没有因为民心加持就特别贵 像是咖啡一杯台币90元 烤肉饭160 油炸饺子也只要台币70元 贩卖的价格就跟当地的物价水平一致 整个餐厅的运作 从采买食材到烹煮 都有成员们一手包办 不管是因为下雨餐厅客人爆满 还是都没客人等到发慌 都实际的被拍摄进去 就连进来的客人也一起入镜充当演员 还能看到他们吃了美食的真实反应 这一次罗PD综艺团队的新呈现方式 不只吸睛也是一种创新 尹如珍老板则说 自己开的店是盈亏打平没有损失 也让粉丝好想再去店里光顾 TV新闻罗洪昌林指挥综合报道 而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是以人不可冒相为节目的主旨 请来了很会唱歌的人 还有五音不全的人 让大家来判断不能听声音 又看 看不看得出来谁是鹰痴 结果常常会叠破大家眼睛 单靠这两位外国人的长相就要猜出他们到底会不会唱歌 看看GOD7团员之间讨论的好纠结 最后决定把他们归类成鹰痴 没想到 他们是来自美国的Dreamgirls音乐剧演员 抽空上韩国节目做宣传 宣传来宾被他们的歌声吓得目瞪口呆 这也是节目的主旨 要传达人不可冒相的理念 但也有素人假装很会唱歌 骗到了来宾 这位是真的能力量 感觉也太好 他一开口Super Junior都傻眼了 没想到世界上真的有人这么不会唱歌 虽然这是节目效果 但对于有歌唱实力却没有表演平台的人来说 节目也制造了不少曝光机会 韩国综音节目把音乐节目做出不同玩法 也难怪节目播了四季 话题性十足 而各位好看台湾的演艺圈 现在有一股行南风 要让观众一定有记忆点 那就不是只有长相好 要有才艺 身材也要好 上市街演国郡形象剧的陈一伦 他有八块鸡 而歌手跨作偶像剧的简红林 最近的作品推出了写真集 宽为三年发片的陈彦允 打歌服干脆剪个洞 秀出他练出来的腹肌 达歌服直接剪破一个洞 魁为三年再发新专辑 陈彦允大秀身材 一主持人要求露出 普遍两个月的六块土机 好像身材这件事情 变成是一个很基本的 除非你像 比如说彭渊 或是 余文乐那样练得特别的 特别的好看 不然好像就是 感觉我这样是正常的 Emily更是直接脱掉上衣热舞 还夸下海口 只要粉丝团突破四十五万人 五月初的签唱会 就会裸上身唱歌 现在男星要在演艺圈 有记忆点 好身材似乎成了必备条件 偶像剧收视破二 男演员一字排开 脱上衣 秀肌肉 搭卸粉丝 其中简红铃就被厂商向众 推出写真集 脸书更是直接放上 仰眼照宣传 我有八块 那可以先拿就一下吗 现在穿军服 要装严 接演国军形象区的陈一伦 脸书上的照片 证明自己的确有八块机 而资深艺人林瑞阳 和张婷的儿子林宇 也参加大陆歌唱节目 准备朝演艺圈发展 清唱台语版的王菲 林宇不只有好歌喉 也有好身材 看来想在演艺圈有发展 有才艺可能还不够 肌肉恐怕才是附加价值 陈彦宇说出了自己的腹肌说 他觉得这样只是正常而已 但是在一般人看来 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宅男派出了特派员 跟着他一起来练一练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 空间有限 你怎么样利用一点时间 做简单的动作 可是可以消除体脂肪 练出很漂亮的肌肉呢 不要错过了 我是今天特派员 自如 正在我旁边的自如 我是特派员的小跟班 陈彦宇 我们的大来宾陈彦宇 因为最近听说 自己练成筋肉懒 就是平常就在保养身材 一个礼拜听说 要进健身房四次 我帮大家证明一下 这样摸下还是有八块钱 不幸的话 我们待会也会找女同事摸一下 好 现在陈彦宇要教大家 如果说你也是在办公室 刚吃完便当 想要好好的来 去消耗你的卡路一下的话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小编小敏 小敏 所以看起来压力蛮大 对 你的压力很大 然后怎么让肚子紧实 就是坐在身体往后 然后假装抢腔自己在骑脚踏车 你手勾长的话 你也可以边打字 边打字 手勾长可以 边上课 不是边上课 边边小边 这样讲对吗 对对对对 发文字 对 边发文字 然后边 边踩脚踏车 这个是练我们的腹部是不是 对 腹部 就让它往直进 小敏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 有啊 然后你把我一直进去 对啊 那我跟妳讲 不要说我没问题 我看你真的没有现场 我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会被攻击吗 不会不会 因为她今天不脱黑眼 真的耶 真的有对不对 而且发强克力 你有用力吗 有有 你是要用力的 但是真的蛮强的耶 都磨两只 粉丝不要打磨 脚纯肘会把椅子抽掉 会把椅子抽掉 小心喔 要保持这个高度 好 好 抽掉 对 脚可以打开 语间同宽 对 就这样 我好像在整他 这是随人节目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让 这是训练的 深蹲的概念 开始 1 好像真的 你看要压 4 5 5 6 7 5 8 9 10 10 10下 15下 好累喔 好累喔 我去前面房还是有唱 我上个通告 这个是我上个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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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通告唱到这样喔 这样等下 等一下可以唱歌吗 可以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们要多每天在中间 好 预备 开始 不是 只有弄到一点点 好 为什么 我们这是三站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右边 是这样吗 好 那我们换边看看 不要说我欺负 好 好 我 我早上赢了一下了 OK 那像 刚刚叶雨昌已经过关了 过了 我昨晚四个游戏 他赢了我 但是 所以今天可以唱 可以打歌 i'm burning 故声无息的在梦里 像沉心在暴风雨 掠过口感清醒 i'm burning i'm burning i'm burning 老下我的美丽 i'm burning 像古老的旋律 i'm burning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最近这个广告 讨论度很高 因为他一口气请来了 五位大咖男星合体 砸了多少钱才请到人呢 大陆最近有个广告 一口气请来 五位大咖艺人合体代言 包括了孙洪蕾 黄博 罗志祥 王祖兰 还有当红小真洋洋 合唱 尬我唱Rap 广告有三分钟 又唱又跳不间断 不过观众有人评论 广告主才大气粗 有王祖兰领唱Rap 大陆轿车城市DV出行 推出三分钟超长广告 更找来五大男神助阵 就连台湾男神罗志祥也在里面又唱又跳 还有同样是极限男人帮孙洪蕾黄博 最后当然少不了大陆当红小生羊羊 万一你感觉到不安 你可以随时启动紧急求助功能 找来当红流量小鲜肉羊羊来叮咛粉丝 以购物片的形式拍摄广告 不止找来大牌男星下重本 这支广告还在微博占据热搜榜 更在央视和各大卫视的黄金时段 足足播了三分多钟 可见这个厂商砸大钱不手软 但也有网友认为这样的广告实在有点财大气粗 就连rap的台词连基本押韵都没有 根本就只是个看颜值的广告毫无宣传效果 但就转发量和讨论度来说 这支广告的确吸引了大批粉丝观看 TVB新闻蔡明轩林指会综合报导 南韩影歌双七的IU回归歌手身份 发行了正规专辑 这张专辑成绩非常好 而且得到了很多大咖的助阵 天团Big Band的队长GD 以哥哥的口吻为IU的新歌写了一段rap 而且在网路上一波一 立刻吸引了大家的讨论 至于跟IU一起和拍过制作人的金秀贤 也跨到为他的MV担任男主角 短短一天在网路上也破了百万领论 韩国男神金秀贤出现在歌手IU的MV中 才刚推出预告就已经让粉丝又惊又喜 因为IU和金秀贤合作过戏剧制作人 两人靠着深厚交情 让金秀贤特别出演 这一次IU回归歌坛合作的大咖不止她 IU都用人脉助阵找来天团Big Band的队长 GD跨刀演唱新歌的rap 而且这首歌还是两人共同填词 IU更透露自己其实是GD的小粉丝 两个人的声线搭在一起相当合适 IU的新歌推出之后 已经横扫韩国八大因缘榜单 看来不管是IU自己的实力 还是搭上男神们的合作 都让她这次回归增添不少话题性 TVB的新闻吴德瑞零指挥综合报导 我稍回来了解是网络红人 果阿末电影《清泉风波》 发挨告这两天最新的发展 稍回来 想在网络上发表浓缩电影短片的果阿末挨告了 他们影音平台有近百万的点阅 而两家片商认为 他有六部影片是侵权的 最主要是认为 他取得了非法电影画面经过的重制 果阿末虽然主张他是合理使用 可是著作权专家认为 果阿末恐怕站不住脚 会构成侵权 经纪公司现在发表声明 说会全力支持他 希望能够还果阿末清白 我是果阿末 我今天要做一个穿越去漫画世界的故事 我是果阿末 我今天要做一个不方便承证漫里的故事 听到会写语调 独特的风格 分析当红电影 他是果阿末 靠着在网络平台分享自制影片 还让他红到韩国首尔 参加网络红人颁奖典礼 融合了年度最佳频道奖 但果阿末仍是红了 影片却出问题 我是果阿末 今天要做一个 在网络平台 有百万订阅人数的谷阿末 靠着浓缩定成名 如今却变电影片商控告侵权 靠着酷索旁白 将两三小时电影 或者上百集的影集 浓缩成五六分钟 剧情统统讲光光 片商气炸 我本身是透过制作浓缩剧情的短片 来获得这个奖的 因为果阿末从网络上下载非法影片 经过剪辑配音电影评论 不但剧情透露光 更担心影响票房 果阿末首次哀告 主要有两家片商 电影包括《哆啦A梦》 《脑浆炸裂少女》 《近距离恋爱》 《模仿游戏》 还有一部韩剧《W两个世界》 一共六部作品 这个时代大家从业经营都还蛮辛苦的 所以当然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正版 那我们国外的发行片 想才能够引进世界各地更多好的电影进来台湾 得知古阿末被告其他片商提醒 网络重置影片最好先联系电影公司 避免引发纠纷 我认为我的X分钟看完电影系列影片 有符合评论解说生态研究心得教学 和新闻报导的效果 他向警方公称 根据诸作权法自己合理使用 但这也是电影片商首度对网红杠上 提起侵权诉讼 TVB的新闻王金伦 林耿贤台北报导 很多人的成果都已经离不开脸书 Instagram或是其他的社群软体 那也因此呢 从这些平台上面所产生的网红 是可以利用你的点赞 来赚取很多金钱的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发现 很多网红专漏洞 他们在上面发文的时候 明明东西不是他们买的 是厂商置入的 但是简单标注了SP之外 都是语言不详 不知道是叶佩文 这是我父亲和女儿 我们在孩子店银行店 当然我没有找到他们 他们在外面睡 她是美国名媛金卡代山 老公是知名饶舌歌手肯伊威斯特 不过她不用靠老公 光是自己跟姐妹们 在社群媒体上 就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要小看这些粉丝数量 厉害的名人或部落客 可以把这些点阅数 变成一个个like 之后再变成一张张的钞票 最后你选择你最喜欢的项目 分享到他们最喜欢的项目 只要记得 你可能会再加了 其中一个零 网路红人知道 商品文如果写得太白 可能就没人想看 最高招的 是要在日常生活中 不经意地让商品曝光 这个项目状务 你会有看起来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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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的腰看起來很小 記者拿出商品訪問民眾 幾乎大家都知道 這是卡黛珊姐妹 在Instagram上很常穿的塑身衣 Primadonna Wasting Society OK 所以這些姊妹 可以在這個腰肌訓練習家製作 部落客推薦文有被規定 要揭露跟廠商間的利益關係 但社群媒體像是Instagram 目前是無法可管 有可能有15,000網絡 我們每天的網絡 很多人都會看證據 哇 我只買了這個產品 它非常棒 我喜歡它 你也不知道那些人 是被付款的 或是是贊助的網絡 而且這些網紅如果名氣夠響亮 發一篇文章收的價碼 可能比很多明星的通告費還要高 另一方面 人數有超過3萬人的追蹤 可以在Instagram和Snapchat上賺到$75,000 可以在YouTube影片上賺到$187,000 以及大概$30,000 可以在Twitter上賺到 要讓讀者知道這些是由廠商贊助的 就沒有問題 但不少網路紅人在Instagram上 只簡單的用Hashtag寫個贊助 粉絲其實很難發現 現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已經向超過90位網紅發出警告信 表示如果內容有品牌贊助 需要在PO文中清楚說明 甚至還要求他們在文章的前三行就得放上廣告聲明 避免廣告跟自己購買商品所寫的產品試用文 混淆消費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你收看 展覽世界我們下回再會了